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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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客 在你客戶 這個女士 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 哥 你不認識我了 你是 好玩 不過我現在改名了 改名叫歐陽雪晴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让她好好休息吧 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她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要不先住院观察吧 她高血压挺严重的 你知道吗 那怎么治疗呢大夫啊 我妈她一直都有高血压 她从来没有这样过 高血压严重的话 会导致心梗 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千万不能再刺激她 否则的话 就不好说了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这看你业力的 这还晒症呢 别提了 就因为那破症 就因为那症 阿姨病的 我妈昨晚上提前出差回来 正好把我跟叔哥逮个正着 还看到结婚症了 一同质问就晕倒了 大夫说高血压 就是不能受刺激 我现在好后悔啊 要不我实话实说得了 说你条楼分手 说你办假证进公安局 说你拍照秀文外 广而告知啊 你这么说是不是更刺激啊 太刺激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幸亏叔哥长得还挺像高富帅的 虽然是一卖房子 但也不至于太监 咱呢 得让阿姨 先见见看胖子出院 再说是不是 我看我妈那态度 也是不同意 到时候 再问一甲理工证 翻票 来来来 庞丫 你怎么说来就来啊 我姨跟我说 你就要出国了 让我来跟你 你来之前 她应该通知我一声啊 她上次跟我聊到你的时候 还是 我姨没得说吗 儿子呀 你电话打不通 胖丫去看你了 你务必好好招待 哥 你就在这儿当小头头呀 不是 什么小头头不小头头的 我姨可跟我说了 你管这十几号人呢 那还不叫小头头呀 在这个公司范围之内啊 一律平等 你老说小头头小头头的 让人家自尊心往哪儿搁啊 快 快 快 干嘛呢 跟客户聊天 你先忙啊 我让他们在全公司范围内啊 都要称呼我全名 这样的话就显得有亲戚犯 哥 你人还是这么好 你放心吧 我来绝不给你添麻烦 这么久没见了 你有没有很想我呀 妈 妈 妈 刚才盈盈来看你了 看您睡着了 妈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现在这儿也没外人 你有什么火就撑我发吧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但别气着自己了 妈 您就当领我一下嘛 慧芳 慧芳 您问我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一下飞机听说就来了 我没事 过两天就出院了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出差 桃花不懂事 也帮不上你的忙 公司这段时间啊 就全靠你了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还分谁啊 我跟你说 桃花现在都要结婚了 她行的 她这次找这个朋友 逼那个刘雨昌 这事你这么知道的 桃花发朋友圈了呀 结婚了 你看她结婚证 两个人拿了结婚证 这高兴的个样 你看看 多幸福 怎么了 这 这事你不知道啊 那 那对不起 这 这 这是我多醉 是我多醉 这 你先回去吧 谢你来看我 好 你一定要保重 别着急 我回头再来看你 这是 林老婆来 喝茶 不喝了 别着急 孩子 好好照顾你妈啊 我走了 走了 走 妈 叫她来一趟 谁啊 你跟我装傻事吧 你知道我在说谁 叫她来困难了吗 不困难 不困难 我现在就出去 给她打电话啊 不用出去了 你就在这儿打 我问你啊 哥平时对你好不好 一般说这个都没好事 你说吧 绝对是好事 马上就有一个美女 要出现在你面前 帮我应付一下 刚才那是啊 谁呀那是啊 她是我老家的一个亲戚 我妈呢 非让我跟她谈恋爱 我以为这是开玩笑的 说说而已 没想到她真的跑过来了 哥 这是你同事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 贝塔先生 胖牙先生 贝塔先生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哥 喂 喂 亲爱的 你没事吧你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呢 你妈下手那么重啊 不是啊 我妈病了 你现在能来一趟医院吗 亲爱的 你不要一口一个亲爱的好吗 到底是你病了还是你妈病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啊 一会儿见 什么就愉快地决定了啊 我跟你妈见面的话 我总得有个心理准备吧 你跟你妈说清楚了吗 我知道你关心我妈 但你真的什么都不用买 人来了就行 那行 那就这么着啊 拜拜 喂 喂 妈 他马上就来了啊 什么就这招吗 在整我说 想的美 哥 贝塔 帮我召回一下胖牙 我出去一下 不错呀 他提醒李说换了是心头 做你男朋友嘛 装备得齐全一些 怎么样 你妈还好吗 搞血压 被咱俩刺激入院的 我走的时候不会好好的吗 又没赖上你 但他现在不能受任何刺激 才让你帮我继续演戏 那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知道了不就更刺激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演吧 目前就这个 三菜 一个饭 你先凑合吃一口啊 晚上你哥回来请你吃大的 谢谢贝塔哥 没事 你说你跟我哥这名字真有意思 是可贝塔 两只小老鼠 这是拜你哥所赐 你知道吧 我们俩平时天天混在一块 所以这帮人给起一外号 其实我不叫这个 莫小婧 倒是你挺逗的 胖鸭 你这也不胖啊你 我小时候胖 胖鸭是我小名 我和我哥可是从小长到大的 要不是他出国 那说不定我们俩一起 姑娘 听句劝啊 你哥说话就出国了 所以你们俩在一块的事 不靠谱 我哥跟你说的 不是他说的 姑娘 你 你知道现在什么年代了吗 父母说的话不见得全对 你得为你自己的幸福着想 对 我得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这上班时间的 人哪 谁啊 你躺起来去 你一会儿 谁啊 你干嘛呢 入棲 出货 出货 阿姨 你先出去 我跟她要单独聊聊 好 好 头回见面 第二回了 头回见面 阿姨您好 我叫舒克 阿姨怎么了 阿姨是不是低得太快了 我帮您调慢一点 您觉得怎么样 好一些 您还挺会照顾人的 家里谁生病了 没有 好多年前 我妈生了一场大病 我照顾她 所以有点经验 听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家在哪儿啊 我南方的 安徽那边 那父母都在那儿吗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走了 我妈就在老家做点小买卖 我平时过年的时候 回去见见她 你 你做什么工作的 是设计师 那公司在哪儿啊 就是那种独立的 个人设计师 那你收入是多少啊 收入 就是 现在收入就是很稳定吧 那稳定是多少啊 每个月三千块钱也叫稳定啊 那肯定不止 咱们也得多个零嘛 那 那也不多呀 三万也不多呀 我说的是三百万 年薪 那你开的什么车 在哪儿买的房子 车有了 但是平时很少开 因为我比较提倡低碳环保 房子呢是在东三环 暂时先租的 租的 买的也有 在东二环现在还没有交付 但是交房的话 还得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后我跟桃花就能住进去 我看你这个孩子还挺老实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让桃花跟我说一声啊 连个招呼都不打 其实我老早就想过来跟你说的 但是因为桃花之前跟她男朋友 不是分手了吗 相信你还不知道 她怕跟你一说 你马上又生气 所以就想先瞒着你 我们先把证给了 等选一个好日子 想给您一个意外惊喜 惊喜 你看我现在洗吗 又洗到医院里的吗 是 阿姨 这件事情我们做得欠妥当 我们错了 其实我跟桃花现在的心愿很简单 就是希望您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 并能够赶快好 我们两个做什么无所谓 那你们婚后有什么打算 婚礼什么时候办怎么办 这些你们都想好了是吗 您说婚礼啊 好 量血压了 到时间量血压了 妈 你们俩聊得还好吗 我让你进来了吗 护士要帮您量血压 我当然得跟着伺候您啊 你们俩先出去吧 现在病人需要安静 那我们俩出去吧 走啊 好 不行了 我要置信了 小巧 我在去养的状态下活了二十年 不也没关啊 不是 你妈刚才拿那两个眼睛盯着我的时候 我觉得她能看穿一切 我真养不下去了 我怕我会穿帮 看穿什么了 就看穿我是个打工的 那就对了呀 那让她不美 那就正好啊 那正好呢 现在去跟她弹牌啊 那我也轻松点 大夫说 我妈现在不能受任何刺激 弹牌的事 等到她血压稳定了再说吧 你再陪我演一阵 等一下 喂 经理 你还干不干了 三天两头往外面跑 我看你业绩分上 我就不跟你说了 经理 你听我说 喂 经理 你损失的工资 我会双倍给你补偿的 这张卡你先拿着 没密码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包养我 什么呀 我是想 让你多去买几条衣服 这几天可能还得来医院 不能老穿这一身 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现在工作已经焦头乱火了 我真的做不到随准随到 还有 刚才你妈已经开始问到 结婚的事情了 你让我怎么继续骗下去啊 这个家的永远真无聊 我就算换再多高级衣服 我也成不了精英 我还是打工的 你懂吗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卡你先收拾 你拿着 你在跟我开玩笑是吧 什么 你从哪里找到这么一个凤凰男啊 妈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呀 我说错了吗 小地方出来的 家里什么资源都没有 一个人在大城市白手起家 没有魄力 没有本事 没有人脉 还缺乏必须的机遇和运势 光是他那套房子 就能搭上他的二十年 人家可是设计师 潜力极有股好不好 什么潜力极有股啊 这都是老百姓评判的标准 对你合适吗 妈 既然您对他这么不满意 大不了就分了吧 那你俩真都领了 那就分吗 那叫离 回来 回来 胖丫呢 楼上 我给你准备了一床被子 都安置好了 不是你放被子干吗 废话 人找你来的你不安排住宿啊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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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鸭 要不哥给你订一张返程票呗 现在票挺不好买的 北京这么好玩 我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呢 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要不然我先给你订张票背着 你什么意思啊 我才刚来就想拧我走呀 不是不是哥不是这个意思啊 真的是现在票挺难买的 我怕现在不买的话到时候买不到了 那买不到正好 我还想多玩几天呢 那好吧 你收拾一下 我一会儿送你去酒店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挺美是吧 最近桃花印挺多呀 还各有千秋 明天干吗 上班干吗 明天周末 是吗 过糊涂了 你知道那个庞雅找我来的目的吗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份 不可能跟他单独出去玩 所以从明天开始 你就帮我陪着他 到处去玩 让他再也不想待下去为止 从明天开始全程作配 就这么定吧 不是 去哪儿啊 我问我 我问他 你还没有什么 我问他 我问他 那我问他 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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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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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睡觉 妈 你醒了 洗漱用品都给您备好了 张阿姨 在家做早饭呢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叫她给您把早饭送过来啊 我看你就生气 你回去休息吧 您生什么气啊 我可是您的贴心小棉袄呢 大热的天 我传你这个小棉袄 我真受不了 你不去上班啊 您我都在这儿 公司不要了 公司不是有名不公吗 再说了 天大的事情 那也没有您的身体重要啊 这件江山 就是骂得半条老命 本来我打算啊 你和刘宇结婚以后 我让刘宇过来帮忙 可谁知道你 妈 刘宇的事情都过去了 您就别提了 你俩的事 我也不想再提了 如果舒克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也就罢了 万一他和你爸一样 那么不靠谱你说 妈 舒克 他人特别好 他明天就过来看您 医生说呀 您这高血压 不能太动气 得好好地休息 早饭马上就来了啊 我去给张阿姨打电话去 您先好好躺着啊 伤害 同志 但是呢我今天 确实太忙了走开 所以呢就请贝大哥 给你们做的 你好 许飞 你好 你好 先生 您住的这个房间 已经没有了 那您给我换个 同等家位的吧 抱歉 现在只有套房了 那晚一千八百八十八 那你这儿 有没有什么特价房 更便宜点儿 抱歉 没有 外面有快捷酒店 您可以去外面有快捷酒店 行 刷吧 喂 喂 马洋少哥 我亲哥们 怎么样了 喂 同等价位的房间 已经没有了 续不上啊 我现在给她交的是 那个最贵的那种 一千八百八十八的套房 喂 这都 疯了你 咱们回家 打肿脸充胖子呀 我看你能撑几天我 女孩子家嘛 我还是希望人家能住好一点 对吧 你 你这两天啊 带她去一些无聊的地方 让她早点回去得了 来 行 我房间都开好了 你快回来吧 昨天还小标签呢 今儿这鸟像风泡了 不对啊 这得多少钱呀 肯定特贵吧 可不是吧 一千八百八呀 这么一落呀 想想我多地气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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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不是问题 你住得开心就好 对了 庞雅 你在北京玩的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哥怕你无聊 等过两天 准备给你买一张回程的票 我 我这还 还没跟你培养感情呢 不是 什么培养感情 听哥说 哥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如果有人敢欺负你 哥一定跟他拼命 这种感情一直都存在 根本不需要培养 但是这不是爱情 这是兄妹情 你也会慢慢长大 你也会碰到一个一中人 跟他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最终走了婚姻的殿堂 到那个时候 哥就算在国外 都会飞回来 祝福你 哥 其实我也不知道 啥是爱情 哥跟你说实话 我有女朋友了 谁信呢 你有女朋友 我一能不知道呀 我不能告诉他 我怕他不让我出国了 我证明啊 你哥真有女朋友 长得挺漂亮的 高鼻帘儿 大眼睛 喜欢玩刺激的 愿意从高处往下蹦 带着你哥一块蹦 真的 那我倒要见见你的真爱 是什么样 不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反正我见不到他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替我姨替你把把灌 你吃点东西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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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把棺材抬来吧 桃花我说让他来 他就能来啊 那怎么办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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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好 请问陶叔在吗 我就是 怎么了 您的快递 不会吧 我还没付尾款呢 订单显示您已经致富 不是 等等等等会儿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也得问清楚才能签收 你 叔哥 拿着礼物去看他吧 加油 您好 您好 请问你找谁 我要把这个送给桃花 桃总的快递交给我吧 你看我像送快递的吗 你跟小桥仁啊 你知道我跟你们桃总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你们但凡有点关系 你就应该知道我们叶总住院了 桃总再多陪负 什么病啊 再点接医院 桃花 你瘦了 桃花 你妈现在怎么样啊 我跟大夫打听了 回头我给拿点姜牙的茶来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 刘雨呢 刘雨没来啊 不是 你们不都快成一家人了吗 那你妈病了 她怎么也得来照顾照顾啊 你走吧 闺女 你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爸答应你的礼物 我不要 也不想看到你 你们甭跟我解释那么多 什么叫不能卖啊 你们要说那套房子卖出去也算那么回事 不能卖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对了 上次带我看房那两个人呢 他们今天来休息了 对对对他们出去了 把你们经理叫来 我告诉你们 上次根本就不是你们带我去看的房 行行 您歇一会儿 都愣着着忙的 该忙什么忙什么家 快去去去 行行 您好 别生气 您好我这是经理 好什么好呀 我哪好啊 我上次来看房 你们带我去看跳楼 这次我说要买房了吧 你们又不卖了 我告诉你们 小心我再投诉你们 行行 上次是我们招待不周 好 这样我们这儿还有好多好法子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我不需要 我就要上次我看中了那套 好办 你看看人家这装狂 今天带你来 是来带你参观老北京的这个升级茶文化 你瞅瞅我这 这有啥意思呀 魏塔 你大白天都不上班 跑我这儿干什么来呀 这姑娘是谁呀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 是我跟你大哥最尊敬的树哥 这个是 舒克老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胖烟 树大爷好 姑娘好 那你去那个礼屋 把那个第三个柜子靠左边 一味葬茶给拿过来 去 去 快去 快去 你小心点 别给人东西碰坏了啊 不是 你谁呀 到我屋里拿还给我打我最好的茶 您真不见外啊你呀 舒克 舒克 江湖就急 这女孩是舒克老家派来跟她相亲的 我们都没折了 不是拉您这儿来了吗 您一定记着啊 舒克有女朋友 来吧 喂 经理 行 我马上就过去 哎 那那个 舒哥 你拜 拜托啊 周晏晏 工位调整了 明天带着你的小组成员 到B区 靠窗的位置工作 B区 B区 不是一直有空调滴水 太阳西晒没人做吗 组长 组长 那地方不是死亡角吗 只要坐那儿的人 很快就被开了 是啊 组长 咱们公司是不需要裁员啊 放心 有我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们 好 刘雨 你心眼还能再小点吗 说好了公司分明 你干吗针对我 你刚跟桃花分手 你就给我穿小型 你心眼是不是太小了 是 我是给你打过小报告 可是我不是希望 你们俩好我才那样的吗 平白无故的 我管你们俩那么多闲事呢我 你在公司大呼小叫 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们组工作 又没出过什么问题啊 凭什么不干啊 你要是跟桃花分手 你不想用我了 你直说我现在就走 你别针对我们组你 说完了 喂 人事部嘛 周颜应该他们那组的座位 不要跳了 我只是看工作 拿你的业绩来说话了 我 我那意思是说吧 我其实 行了 在公司 不要跟我谈此事 去吧 这么说 你是奔着书客来的北京啊 那你肯定见着他媳妇了吧 他真有媳妇啊 那当然了 我还算是他们的半个月老呢 要是没有我呀 他们也不可能 那么顺利地就领到证 他都领证了 桃花 我带了点茶点 我有一个朋友 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虽然说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 但是代表我一份心意 质量是有保证的 你给你妈拿去尝尝 谢谢 对了 桃花 你妈怎么样了 只要不看见我 就挺好 你也别这么说 在这件事情上 你妈生气也是正常的 你多哄哄她就行 你不了解我妈的脾气 不是随便几句话 就能够谋混过关了呀 是 我知道 你这件事换作谁 也不会那么好容易翻篇的 那 那我能做什么呀 他现在觉得你是我男朋友 肯定我们俩要一起哄她 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 就这一天没休息好晕了 来来来 到那边坐去 小心点 小心点 你没事吧 我跟你说啊 越是在这种时候 你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是你妈妈的精神支柱 她已经在里头躺着了 你说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 她不完了 其实我妈的心情呢 我也能够理解 现在所有的寂寞好友 都知道我要结婚 如果不结 我妈的面子肯定过不去呀 都怨我了 要不是结婚这件事 我妈也不会进医院的 行了 你现在也别自责了 她看得到哪儿啊 你越算是很高兴 对啊 对啊 曹花 您坐吧 来看你妈妈 这位想必就是叶总的成龙快婿吧 还真是一表人才啊 你真是好眼力啊 那一起吧 走 绿芳 你看看老朋友们都来看你了 你们都来了 谢谢 别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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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别客气了 谢谢 别客气了 谢谢您来看我啊 阿姨 我给您带了点茶点 你看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 叔哥 赶快跟妈把茶点打开 都是你爱吃的 真是有心人哪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啊 肯定是桃花说的呗 这下两口啊真默契 对了 阿姨 叔叔 你们也吃了 这个女婿可真贴心哪 商界精英吧 您给我讲啊 商界精英算不上 我就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怪不得这么气质脱俗呢 布京山好 像我们呀 天津跟商人打交道都快吐了 就喜欢呀跟文化人聊天 我哪算什么文化人哪 我们搞设计的就是想把家里布置得好看一点 那我跟桃花住在家里不也舒服吗 不错 真不错 不是 你给我 他肯定趁时你进来聊天 你给 你上哪儿去 不好意思啊 别碰了 喂 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在陪家里 不要再打过来了好吗 舒克 有种你就别回来 好 拜拜 喂 这都什么情况这都是 您非要跟他说呢 灰芳啊 你真找了个好女婿 不过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阿姨啊 我这个人缺点挺多的 你尽管指出来 我一定虚心接手 我可挑不出什么其他的毛病来 唯一的毛病啊 就是你这都准女婿了 怎么管她还叫阿姨呢 慧芳 你这个女婿到底准还是不准 要是不准我可要抢走了 就是就是 你说笑 大爷 妈 您刚才不是说肚子饿了吗 赶快吃点吧 来 真贴心 好女婿就是 是 好了 别送了 别送了 叔叔阿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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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眼子挺入戏啊 情势所逼嘛 妈都叫上来 这去算我赠你的 还赠你 你跟我妈演那么入戏 行 明天不用玩了 搞得像我想一眼似的 你看我那么卖力的演出 不拿个最佳男主角 也得拿个最佳龙套吧 你是不是得想想看 怎么回馈我 怎么回馈 其实很简单 我老家来了个妹子 我妈呢乱点鸳鸯骨 非要把我跟她凑合到一块去 那你让我做什么呀 其实很简单 这儿有一张房卡 你就到这个酒店 303房间 你不会让我以声相许吧 想什么呢你 你 这 这是我妹妹住的房间 你到这个房间以后呢 你就跟她聊一聊 因为你们女人之间比较好沟通 我一个大老爷们有些话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主要的意思呢 你就是劝她死了这条心 安安心心地回老家去 然后回到老家以后呢 你别乱说 你去去 她还在呆呗 想呆 就呆着这儿挺好的呀 你怎么一点不顾我死了呢 她要是一直这么呆下去的话 她家里人绝对以为我们来有心 再这么呆下去 我不仅经济能够 精神也要崩溃 如果她会错意呢 你就跟她直说好啊 就算我是你真媳妇 不是 那潘青倒过的人多了去了 总不能来一个人见一个吧 这不合理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呢 我都已经帮你那么多了 你是不是应该 人情是什么 不知道 不是你这人怎么 不合理 舒克呢 回去了 她那项目催得紧 现在 您对她放心了吧 还行吧 我看她叫您的时候 您挺开心的 来 坐 你跟妈说喜女话 她对你好不好 好啊 她对您都安前马后的 对我平时也这样 这样 那你把婚礼办了吧 不 婚 婚礼